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eep的UI 今天是第27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几何读取器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在做UI设计布局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个类 叫做几何读取器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什么叫做几何读取器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英文 Geometry Reader 是吧 我把它翻译为 咱们国内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我把它翻译为 复容器或者说复标的几何读取器 其实是这样 就是咱们乍看到这个类名的时候 咱们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reader 对吧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个reader 就以为 它是读一些个内容的 对吧 是读一些数据过来的这么一个类 其实您只说对了一半 它不仅仅是读一些的内容 同时它还参与页面的布局 它怎么参与页面的布局 一会儿咱们看代码就会看到 它不但读到一些个系统的内容 同时在您做UI设计的时候 它还会参与一些个UI内容布局的一些个功能 好不好 是怎么回事 咱们马上看代码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一些个代码 咱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一个主view 今天的view就一个主view 主view这个是用一个vstack 做一个纵向布局 然后大家请看 我顶部有一个文本框 我底部有一个文本框 对吧 然后中间用的是geometry reader 它在这里面加上一些代码 同时我给geometry reader 又加了一个背景色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在这个reader布局的里面 这个会实际化这么一个变量 对吧 在这里面呢 我用了一个hstack 然后呢 在这hstack里面 hstack是横向布局吗 然后在hstack里面 我打印了一个文本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写了 是负容器的大小 也就是说通过这行代码呢 咱们取到这个geometry razer 他作为一个容器来说 他在屏幕上占多少空间 好不好 然后咱们取到的值呢 会传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 会打印在屏幕上 这个是我今天给您实现的代码的功能之一 另外 当咱们点击这个textbox的时候呢 大家请看 on top 对吧 当咱们点击这个textbox的时候呢 我会给他打印出什么 会打印出这个textbox所在的这个容器 也就是这个geometry reader 他所能够读到的一些个信息 这个信息呢 分成两类 一类是他相对于整个屏幕全局的一些信息 以及他自身的一些个信息 好不好 今天就是这么一段代码 这个代码呢 其实不是很难 但是呢 如果出学者朋友 您没接触过这个类的话 可能相对比较难理解 咱们一边运行代码 一边理解它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建一个工程啊 叫做myup 没有问题 对吧 存到我的桌面 然后我把这个UI 咱们整理一下啊 这个不要 好 然后咱们拷贝上咱们的代码 这个代码我先给它删掉 这个preview 我就是不太喜欢用啊 好 然后咱们拷贝上咱们的主用 拷贝完之后 咱们不马上运行 我先删一些内容啊 好 大家请看 viu过来了 咱们先编译保证它不报错 没问题 对吧 OK 我先删点东西 删什么 我先把这个 这个代码看起来有点勇于 把它先删掉 一会再用啊 然后这个顶部条也删掉 顶部条别删掉了 行 删掉也无所谓 底部条也删掉 好 大家请看 目前的代码仅仅是这么一个Vstack 加上这个Giomertry Reader 对吧 就是它们 咱们看看实际运行的效果 我马上给您运行 还选择咱们常用的8加 好不好 咱们Ctrl 是Command B 编译 不报错 然后呢 R运行起来 Command下R运行起来 咱们先看 现在这段代码 在画面上显示是个什么样子 默认我给它是背景的一个浅黑色 相当于是说 非常非常非常浅的这么一个黑色 大家请看 还没运行起来 看起来像运行 是吧 其实还没有运行 大家请看 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浅黑色的部分 就是咱们这个JelmerTrader所占的内容 按理说 你就是一个Reader 你干嘛要占这些个内容呢 不对 它是有空间占的 它是尽可能占更大的空间 大家请看 如果我把它的JelmerTrader 这个内容屏蔽起来的话 这行就别屏蔽 背景色就别屏蔽了 咱们再运行 如果没有这个JelmerTrader的话 怎么我看 那这个代码就不能运行了 如果没有它的话 咱们看到的内容将是 AA吧 将是一个小小的AAA 然后呢 仅仅是Hstack所占的空间 对吧 那么当咱把这个JelmerTrader打开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个读取器 同时它还尽可能的多占空间 大家请看 我把它接上之后呢 它就占满了屏幕 对不对 OK 占满屏幕就占满屏幕 然后咱们打印出一些个调试信息 这个AA不要了 打印什么信息 打印出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会获得当前的 它的一个实力化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 会随时随着屏幕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 咱们会读到什么 会读到这个JelmerTrader本身 或者说它的这个容器本身的size 它的宽 以及它的高 对不对 好 咱们再运行 空帽的2 大家请看 它读到的 我整个这个灰部区域的宽是414 高是716 这个呢 您如果用其他的这个iPhone 比如说用iPhone12呢 这个数字显示是不同的 我今天用的是8加 它显示的是这个数字 又是它的宽和高 好不好 OK 这不算完 我的代码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我加一个顶部条 这是VStack吗 对吧 我在VStack 在这个VStack 下面加个顶部条 但是呢 在这个JelmerTrader之上加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会加上一个空间 那么呢 它的这个大小 就不是414乘716 是什么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宽度并没变吗 对不对 屏幕宽度还是414 它是尽可能占更多的宽度 但是它的高度呢 变成了683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多了一个新的空间 顶部条 对吧 所以说它呢 JelmerTrader 它呢会被压缩 被压缩到 它现在正在使用 正在显示的容器的高度 对吧 同理 咱们把下边条 也加上 底部条 也加上 再看 它又被缩小了 对吧 它又变成了654 那么 大家注意看 这个JelmerTrader 它不但能够 作为容器显示 同时呢 还提供这个容器的大小 供它的子Viu所读取 这个呢 就是它的特性 好不好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是有Radar的功能 同时还有称大空间的容器的功能 这个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迷惑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个点击的事件 咱们也把它考过来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记载着什么 记载着咱们这个容器 相对于全局 相对于自己所占的内容信息 好不好 你想啊 它相对于全局 它是一个坐标系 它是一个宽高 它相对于本身 它又是一个坐标系 又是一个宽高 对不对 OK 屏幕 现在咱们我看应该是运行起来之后 这个代码运行起来之后 咱们点击一下副容器 对吧 这个on top 点击副容器之后 它会给它们显示出 它这个容器 针对于全局的信息 以及针对于自己的信息 咱们大家看 第一行 是针对于全局的信息 这个地方 我针对于全局信息 用这个Jmartray.frame 然后印全局 获取到它全局的宽度 高度 以及XY坐标 对吧 大家请看 全局的宽度 414 然后高度 654.9 然后一大串 对吧 然后它全局的X 是0 是0吗 对吧 它是从这开始 大家看这些我鼠标 然后它针对于全局的 高度呢 是 针对于全局的Y 是52 又是说 这个坐标 相对于咱们整个手机的 左上角来看 它的高度呢 是52.64241536等等 这么个像素 这个呢 是它针对于全局的XY坐标 下面 大家请看 是针对于Local 针对它自己 针对它自己的宽度 高度 肯定没有发生变化 对吧 但是它的Y坐标 发生变化了 X坐标 它针对自己 它是0 它针对全局的X坐标是0 针对它自己的全局坐标 它也是0 对不对 所以说X呢 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Y呢 Y针对它自己 它就变成0了 针对全局 它是52.64 针对它自己呢 它就是0 这个有什么用呢 是这样啊 有时候咱们在做这个 页面UI设计布局的时候 咱们需要知道 复佑给咱们分配的空间 是多少 对吧 比如说在里面要摆些内容 对吧 复佑给咱们分配的空间 比如说是300乘200的时候 咱们要做一个UI的设计 如果给咱们分配的是600乘400时候 咱们的UI设计呢 可能就要发生改变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Geometry 来读到复佑给咱们分配的空间之后呢 便于咱们做页面的布局设计 好不好 这个呢 是非常常用的技术 您呢 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讲解的几何读取器 我呢 把它叫做复容器的几何读取器 希望对您理解它呢 有所帮助 我呢 在实际的APP的开发过程中 也经常用到它 它是非常常用的技术 没有质疑 您呢 一定要掌握 OK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